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所有生活打拼在纽约的华人观众 提供安居置业方面的服务 我们为您提供最新的地产动态 聚焦您最关心的住房话题 邀请嘉宾做深度访谈 并解答您在买房卖房中的各种疑惑 帮助您置业纽约 安居乐月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地产资讯会 提到纽约曼哈顿最常用的形容词是钢筋水泥的丛林 不过现在站在曼哈顿某个高楼往外看 不经意就会有一小片的绿洲飘露眼帘 这是越来越多的纽约人在屋顶开辟绿地 种植自己的开心花园 纽约州政府2008年出台减税措施 鼓励居民绿化屋顶 规定只要业主绿化50%以上的屋顶面积 就能够减免地产税 每平方米的绿色屋顶 每年能为业主减税大约45美元 减税的总额上限可以达到10万美元 这项优惠大大鼓励了纽约人在屋顶种花草的热情 而且拥有绿色屋顶的房产 还能够升职 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纽约华人 走出了传统的华人聚集区 寻找新的落脚点 纽约市立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的最新一项分析显示 近几年来 华裔移民开发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天地 曼哈顿的哈林与东哈林区 在10年前曼哈顿上城 很少见到华裔的面孔 但是现在他们却成为 这两个传统非洲裔社区内的为数不少的居民 在过去的几年 这两个小区的华裔人口竞增了两倍以上 达到了将近两千人 华裔向哈林区迁移的原因 与其他纽约客常常搬家的原因相同 却是寻求更多的空间和较便宜的租金 如果说美国NBA历史上两个最有名的华裔面孔 那当然是姚明和林书豪了 不过现在他们两个一个在出售豪宅 一个在购买别墅 已经从火箭队会议的姚明出售的是 位于德州猎人西村的一座 一万多平方英尺的豪宅 拥有六个卧室七个洗手间 货架是说 这栋在2007年购路的房产价值315万美元 而姚明标出的售价达到了399万美元 刚加入火箭队的林书豪则在休斯顿的郊区 买下了一幢很别致的两层西式洋楼 房间内部的布置也非常的温馨 简单而不是大气 对于上赛季在纽约还寄人篱下 只能睡队友家沙发的林书豪来说 如今总算可以将球队称作自己的家了 中国人常说有土思有才 在海外的华人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有了储蓄就打算买房 不过买房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大事 也是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 从本期开始 我们就邀请地产界的专业人士 一起为您出谋划策 帮助您完成这项人生大事 本期话题 买房前你要做好哪些准备 我们为您请到节目嘉宾 新美贷款银行高级贷款员李莉莎 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 李莎你好 欢迎来到安家纽约的栏目 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买房是一件非常复杂的 这个耗时耗力的这么一个大工程 那么如果事先做好一些准备 是不是能够避免很多买房当中的一些麻烦 是的 金融风暴以后呢 银行对贷款的要求全面收紧 像我们以前经常听说的说 不用付头期呀 或者的话也不用查收入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 费与筹谋变得非常的关键 对 我们事先在街头也采访了一些普通的民众 我们来看看他们在买房前做了哪些准备 三年的报税单吧 是不是 然后我去看哪一个地段比较合适我 买房的话我应该就是 首先要付头期款吧 对吧 那我就先准备这个头期 现在我就在筹这笔钱 然后剩下的我应该就是要向银行贷款 所以我想知道利率的问题 找一个对这个区域啊 房子都很了解的经济 那另外就是贷款啊 那贷款方面 还有就是各个这个财务上的这个数字的这个了解 我的投入啊 产出啊 这些问题 我会去看一下 比如说贷款公司会问一下 我能贷款到多少的钱 然后看一下我喜欢的房子的当配合要多少 然后我能不能付的出来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找经纪人啊 去看房子啊怎么样 林小我们刚才看了这段录下 我们知道民众在买房前知道做一些准备 但似乎还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头绪 你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建议 买房的话呢 首先是两个方面的准备 一个是心理方面 再一个就是财务方面了 所以心理方面就是说 你买房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自己住啊 是为了投资啊 还是为了小孩的教育问题 比如说一对年轻夫妇 或者是刚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 那么他们在买房前要做哪些准备 一般的年轻人刚刚毕业嘛 手里的积蓄比较少 那他希望每个月的开支越少就越好 那他们都喜欢找一些 可能比如说交通便利的 不用自己买车啊 挨着subway啊 或者火车站旁边呢 这样的小型的公寓会比较适合他们 因为小型公寓价钱也比较便宜嘛 管理费用也比较少 那这样不管是现金买啊 或者是跟银行贷款 他的压力呢都会比较少 对 我们也知道很多华人啊 非常重视孩子的一个教育 所以说有孩子的父母 他们在买房前的考虑 也就是考虑孩子的这个学区的问题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 他们事先要准备的一个方面 对 我觉得我们华人嘛 像犹太人的父母一样 小孩几岁开始就开始考虑他的幼稚园啊 上小学初中这些问题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想着要往好的学区搬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好的学区方面的那些房子呢 都非常就是价钱都很好 如果说到一些老年的夫妇啊 比如说孩子长大了 上大学或者工作了以后 他们可能会又会从一些老的房子 一些大的一些房子 搬回到一些他们社区的公寓来居住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是的 那我们这就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空潮期 因为小孩去上大学了嘛 以前住在好区的大房子 税也很贵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嘛 而且他身体的话 可能要铲血啊 要修理啊 也很辛苦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又会搬回 比较防茫的 华人区啊 或者是曼哈顿啊 住一些公寓 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又有老人中心啊 又可以经常见见朋友啊 吃住交通都方便 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心理上的准备 也就是明确自己的买房的目的 然后才可以考虑说 你要在哪个区域买房 买什么样类型的一个房屋 但其实买房钱的准备 最重要的还是财务方面的准备 我们知道现在 所有的贷款的这个要求 都趋于严格 所以财务方面的准备 是不是特别重要 是的 我们现在呢 银行方面对贷款的要求 变得非常非常的严格 以前我们经常讲一个笑话 说金融风暴之前呢 那银行的老板去看 他会说 哎呀 这个贷款为什么不批啊 因为他希望每一个贷款都批出去 那现在是看到以后 他会问 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要批 所以现在连查收入的 都变成鸡蛋 里面挑骨头 那银行到底从哪些方面来考察 应不应该贷款给你呢 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 一个是您的信用好不好 这个你的收入够不够 第三个呢 是你的工作有做多久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资产 你的头期够不够了 对 你刚才说到这个信用啊 我非常感兴趣 因为很多的华人现在都在议论 到底我的信用分是多少 然后多少的信用分 我才能够拿到最好的一个贷款额度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 在美国买房的话 你或者要跟任何机构借钱 没有信用 人家是根本不理你的 我们华人平常老说 哎呀 我平常都是用现金 我觉得这样好管理 到美国的话是行不通了 银行的话对信用的要求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调你的信用报告出来 希望看到你的分数呢 起码在740左右 而且呢 我们希望呢 你有四条以上的信用线 我手里的话 这一个哈 是我们平常所看的一个信用报告 这个信用报告呢 是由全美三大信用公司 他来打分来积累数字的 这三大信用公司呢 是Ecofax Transunion 和Experience 那我们取它的中间分 中间分740呢 我们才会愿意贷款给你 如果现在有些不查收入的话 没有740 你又没有收入 你想都不用想 不会贷到款的 所以为什么要定在740分 我记得在过去 应该650分 680分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用分数 那现在这个信用分 提到了740分 是不是难度确实加大了 是的 其实信用报告吧 就是从你过去的信用记录 借款记录来判断 你这个人有没有借了钱以后 准时还钱的习惯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那我们在信用报告里面 除了信用分数之外 你以前申请的任何的信用卡 任何借钱记录都会出现 那所以说在这个信用报告里面 是不是只有你信用卡的 使用的记录 还有没有包括其他方面的 一些记录 也在这个份报告里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的信用报告里面 除了信用卡 还有有没有任何的欠债公司 有没有告你 你有没有欠法院的税 这些全部都会显现 那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时候华人因为 第一个他们去看医生 可能医生的一个copayment 他没有付 但是几十块钱 他根本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在信用里面 或者你以前的话 帮人家做担保人 买了一个车子 对不对 你帮他担保 然后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人没有还 那这个就变成你的信用 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还有很多时候 可能开手机公司 开关的时候 有一些伪额 或者你觉得 根本不应该你付的 手机公司乱洽警义 你就跟他吵架 也没有理他 全部可能都留在你的信用报告里面 很多时候就变成 你来贷款的时候 掉信用报告 才发现你因为这几十块钱的问题 你的信用掉到只有六百多分 六百多分 能不能贷到块 如果是不查收入 想都不用想 如果你的收入过去两年的话 很好的话 可以带给你 但是你的利息会比别人 可能高0.5厘左右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 整个买房的一个过程 特别在贷款的过程中间 这个信用分数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在这边 能不能给华人的观众朋友 一些建议 就是说如何去维持一个 我的良好的信用分的这么一个机会 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经常看到的 华人常犯的一些错误 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 第一个的时候 他们在刷卡的时候 经常刷爆卡 比如说卡给你的额度是五千块 你不要一下刷四千九百九十九 如果要刷贵的四千多块 你分成两张或者是三张卡 最好不要超过它限额的一半 然后有几张卡的话 平时都要刷一刷 如果而且你是在建立信用的时候 每次刷了以后 你可以付一个限额 多保留几个月 因为你保留的时间越长的话 那个信用的记录的 就特别的多 然后你的分数上起来就特别快 对 那还有哪些不良的一些行为 会导致你的信用分会被扣掉呢 经常被扣分的就是 有时候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想去看一下自己的银行的话 月不月贷款给你 所以我跑到这个银行去问一下 他掉一次你的信用分数 然后又跑到另外一家去问 可能问了三家 掉了三个信用报告 但是每一次呢 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你多次掉你的信用报告 或者申请多张信用卡呢 你的信用分数都会掉得非常厉害 所以这是华人朋友非常关键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该讲到信用分 在贷款中的一个重要性 那实际上我也注意到 现在银行在贷款的时候 对你的收入也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所以你的报税记录 也是在你贷款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接着来谈这个话题 欢迎回到我们安家纽约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买房钱要做好哪些准备 理想我们刚才说到了 信用分在贷款中的一个重要性 那实际上银行在贷你款的时候 可能不仅仅考虑是你的信用分数是多少 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你的收入 你的报税的记录 对吗 是的 银行在审批的时候呢 从四个方面来审查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信用方面呢 对报税我们要看过去两年的税表 然后呢我们还要看 你的工作有没有两年以上 然后是不是一直稳定 也需要看你银行两个月的月结单 对 那如果刚刚毕业不久 才工作六个月半年一年的 这样年轻人是不是就没有资格买房了呢 不是这样子 如果您有从大学啊 或者研究所毕业的话 你这个只要有文凭的话 然后工作六个月 也是可以代替这个两年的经验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点说一下 到底收入 也就是报税的记录 到底在贷款中 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因为这也是华人非常关心的 到底我的报税额要多少 我才能拿到多少的 这个额度的贷款 对 我经常接到电话 那他们就说 Alisa我报六万块钱 那我可以贷多少款 那一般银行在审查的时候 有一个数学的公式 就是你每个月的基本开支 除以你每个月的毛收入 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六 这个神奇的数字 所以我这边提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 每个月的基本开支 那包括哪些方面基本开支 不能超过你的毛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 每个月的基本开支呢 是除了现金之外 我们能够在信用报告里面 看到的基本开支 比如说 比如说你学生贷款啊 你的信用卡 每个月的基本的付额呀 付款额 这些都算基本开支 如果你有车子贷款啊 这些当然都要加进去 也就是说 你每个月基本上逃不掉的 要付掉的某些债务 都算你的基本开支 就是有证据可以查到你的开支 我们都叫基本开支 基本开支可以说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信用报告上的基本开支 还有就是你在贷款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贷几十万的贷款 多少年 你每个月要付多少贷款呢 然后这个房子的话 有时候有地税啊 有保险啊 还有管理费啊 这些都要加进去 所以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开支 加起来 除以你的毛收入 不能超过36% 好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36% 这个观众要记住 这么一个数字 你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这个36% 这么一个神奇的一个数据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因为刚刚讲到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比如说小明吧 我们就说小明刚刚毕业 可能两年年薪6万 那现在可能想看中一个condo 想跟银行借20万 那我现在的话 我有他的信用报告 我也有他的两年的税表 那我就要看我要不要借钱给他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信用报告里面看到 小明他有一个车子的贷款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学生贷款 车子贷款200块吧 学生贷款100块 那信用卡的话 minimum payment是50块 所以这方面呢 总的开支是350块 那他要贷20万的贷款 30年 比如说3.375的利息的话 那现在每个月的话呢 要付900块的贷款 年本贷息 而且这个房子的话 condo有管理费300块嘛 地税有250 所以呢 房贷方面的基本开支 每个月是1450块 那我们把他的信用卡的基本开支350 加房贷的开支1450 总数加起来正好是1800块 1800除以他的毛收入5000块 正好是36%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定出一个36%这么一个额度来 为什么是36% 为什么不可以是63%呢 我们要想啊 毛收入的话是还没有打税的 有时我们的税额从10%去到50% 打掉那么多的税 而且你剩下的这钱 你每天有很多的现金开支吧 对不对 你每天的话 吃饭啊 做交通啊 是不是买任何的这些零用品啊 这些都需要现金 这些我们是看不见的 也就是说你的其他的生活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开销 你必须要预留出这么一部分的钱来 给你平时的生活费用 如果说你一个月的收入 比如说是2000块钱 然后你的这个债务需要付掉1800块钱 也就是说你剩下200块钱来维持日常的开支 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 最后面就是有这个逻辑 所以这个36%是这么得来的 对 那是不是在所有的这个贷款过程中 所有的银行都严格规定36%不能超过 还是之间有一些上下的浮动 根据房利美的规定呢 一般的标准是36% 但是如果你的投期款比较够 或者你的信用比较好的话 然后呢 翻里面有一个系统 我们叫做DU System 如果你通过了的话 有时候可以去到50%也可以 好 那现在如果有一个观众 要准备去买房 那他到底怎么知道 自己到底能够贷到多少款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我们华人朋友一般就是自己有点钱呢 就跑出去看房了 他也不管 那其实正确的途径应该是 你应该先带上你的银行存款单 带上您的收入证明 然后到银行来我们调信用 根据您所有的情况我们帮您算出来 也许根据现在情况可以带给你30万 对不对 你自己口袋里有30万 那加起来你就可以去看60万的房子 那所以说之前银行是不是会给出一封 这个贷款的预批信 是的 你现在很多人去看房子的时候 地产经纪首先问你说 你有没有预批信 你能不能带到款 没有预批信的话 他根本都不理你 根本或者你想去说 我要给一个价钱 给一个offer 人家也要预批信 所以预批信呢 就是从银行的角度说 我根据他现在的收入 信用存款的情况 我们银行愿意带给他30万 对不对 然后可能他头期的比率是 50%或者是30% 这样的话呢 地产经纪看了以后呢 就会放心带你去看房子 他不会带你看 比如说超过100多万的 他就带你看60以内的房子 好 该LISA已经分析了很多 关于在财务方面 买房钱的一些准备 非常感谢LISA的分析点评 不过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我们之前采访了一些观众 他们可能有一些问题要问 我们来看 我刚从大学毕业 我现在要申请信用卡 然后我现在想问一下 如果信用分从零到可以贷款买房子 我需要多少信用分呢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怎么样的信用卡要少申请啊 因为他们有时候有很多优惠 然后如果我要处销掉我的信用卡 会减少我的信用分吗 我的家人呢 最近想要买房子 那想要知道说 有听说投期款 一定要存入银行 那如果是的话 要存入银行 要多久前存进去 LISA我们该看了 有三个观众向你提出一些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足够的贷款的信用分 到底要多少 你刚才在节目中 已经说过了740分 所以我带这个观众回答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从零到累积到 足够贷款的信用分 到底要多长时间 如果你有申请 四张以上的信用卡 而且每个月有开始刷刷卡 然后准时付钱的话 一般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信用能够达到740分 OK 那么第二个观众问的问题是 如何正确地选择信用卡 或者说取消信用卡 是否会影响它的信用分 现在市面上呢 有很多的信用卡 都给你寄信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会考虑呢 看看第一个 它有没有年费啊 这个利息是不是零啊 然后它给你的额度高不高啊 那也有些信用卡呢 会说啊 你可以累积 累积的话可以换取飞行的礼数啊 或者可以给回你现金啊 所以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选择一个最适合您的 对 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 之前申请了十多张 二十多张的信用卡 会不会觉得太多 然后取消了 又怕影响它的信用分 其实是不会的 如果您只要有保留 基本的四张信用卡 或者四个信用线的话呢 您的分数的话 不会受影响 OK 那么第三个观众是问说 这个首期款需要多久前存入银行 这应该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关键了 现在不管是您查收入还是不查收入 我们都要看两个月的银行月结单 而且呢 这个月结单里面的话 不能有任何最近的存款的交易额 如果有的话怎么办 我们要查是现金还是支票 如果是支票的话 请你提供这个支票的复印件 我还要看对方他的月结单 看到这张支票被兑现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银行要防止大家在洗黑钱 所以的话 也就是说三个月之前 你就要一早把这笔钱放进去了 然后放在里面也不要进 也不要出 这样才会有干净的两个月的月结单 符合银行的要求 好 非常感谢这个Lisa 今天在我们安家纽约做的分析点评 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得到你的满意答案 本期嘉宾提醒 信用 收入 工作 资产 是获得贷款的四大要素 每人每年可向三大信用公司 申请一份免费信用报告 目前获取最佳贷款的信用氛围 740分以上 带款者每个月还债的总额 不要超过收入的36% 拥有自己的房子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实际上在您安家置业的过程中 美国政府提供了不少资源 来协助您实现居者有其物的愿望 但许多的华人 现于语言和资讯的不足 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下期节目将要着重地讨论 政府为购房者提供了哪些资助 安家纽约这个节目才刚播出 我们希望能为您提供最切实的帮助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邀请更多的专业人士 谈谈如何选择学区房 华人贷款中常犯的错误 如何筹集首期款等热点的话题 安家纽约这个节目 就是要贴近您的生活 听到您的声音 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想讨论的话题 都可以通过电话 写信 email或上网的方式与我们联系 此外是很欢迎您通过 Facebook和Twitter 来加入我们节目的社区 一同交流分享 纽约房地产的资讯和新的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安家纽约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